11月5日 百变天后 郑秀文在太古坊出席 优雅美美的护肤品牌活动 扩别红管两年的Semi透露 明年会举行演唱会 刚刚得知红管批了7月份的档期 同时获悉 另一名歌手陈奕迅 也很想要这个档期 日前老公许志安上载一张半裸自拍照 肌肉线条分明 在明九指 因对方明年也会开演唱会 近期在积极操练身机 并大赞老公的心态好 都半百老翁了 还那么有冲劲 我觉得有时身形不是最重要 是个心态 我觉得肯做锻炼这个心态 很好 还有都半百老用 50岁我觉得有这个意志 去建立自己的身体 然后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这一样也是重要的 提及日前 一人蓝结英离试一试 曾患过情绪病的Semi坦炎 对此特别有感触 不管是身体的身体的健康 我觉得精神的健康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生病的人 如果他有一个 很好的精神的状态 他可以比较容易撑得过去 那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好 我就觉得那种折磨是很大的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